兩隊前一次交手歐布蘭賽是輕鬆打的 上場24分鐘攻下7分 蕭柳 外圍的機會 有 球回給林書瑋 再到底角 外圍的機會 三分球有 三分球 頭邊了 打板球回到林書瑋的手上 這個球想要去抄 但是王太傑 應該是王太傑被抓了一個犯規左右的時間 三分球 第二罰一罰進去 這個球直接送到對方手上 快攻的機會上籃得分 是成功的壓迫包夾成功 輕鬆的快攻得分 所以呢 整個富邦在防守端吃到了臉 終局再來一顆 高位擋人 林書瑋切到禁區 剩下五秒鐘 再給Barron 終局頭戲 減32比33 可再回給林書瑋 帶一波的終局 吸引到了一個哨音 競算加拔 林書瑋在進攻端的節奏的掌控很清楚 而Barron自己的角色 楊欣智在高低中鋒的搭配跟空手走位 都可以很稱職地把整個團隊凝聚起來 在半場 在半場劉珍同樣也攻陷了9分了 回給Barron 三分球有了 對 45比40 林書瑋向後翻出所有 五秒鐘 再拿到一顆籃板 劉珍要外圍的機會 三分球有了 所以說跟陳笑容是有一點像 急停的出手 進 感覺籃框好像就他癢的一樣 這真的也是蠻有趣的 就說一個球員的信心可以帶給他在場上的表現有趣 那林書瑋是吞下個人的第三次犯規 轉給到烏詠仁 低腳的機會 進 九仗 現在互方的後場擺上了雙控球 張宇霖外線的機會 三分球進了 56比55 只剩下一分差距了 勾給Barron 外開 打開 打開 五棒的進攻還有六秒鐘 再給到林書瑋 踩炸彈 林書瑋外線 太遠了一個距離 三分球進了 他真的太穩了 林書瑋 所以為什麼我會把李奇敏群聽說他是1.5 你不覺得他打起來處理球的能力 就比控球後衛還要來得更輕鬆 但是這邊看到林書瑋 投進一顆三分球 他刻意把整個投籃的弧度拉得太高了 所以影響到自己的手感 調給Barron 南下強大得分 還有柳宣耀 大先鋒 哲是林光雪 林書瑋到進去 已經收球了再找Barron Barron 3分球 那是好 高水準的比賽 25.2分 林書瑋艾薇的機會 打板 BANG SHOT 打板進 哇 What a game 林書瑋艾薇 還是能夠投進一顆三分球 所以現在富邦 在這樣比賽 依然有機會 對富邦來講 就是沒有機會 最後這個球也沒有辦法來得分 最後這個球也沒有辦法來得分